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月28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实作和答疑 老师我们今天实作的部分有两个 一个就是您背部舒缓的实作讲解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您额后肿块的一个案例 那我们现在先播第一个 背部舒缓的实作讲解 开始 老师这个是阿妹在按的 老师看一下 这个阿妹的舒缓是有问题的 他第一个停顿时间太久 然后也是只有推出去 没有来回 所以我们的舒缓应该在上下背部 是应该按推同时进行的 是同时进行 所以他这样已经又有停顿 然后又只有出去 没有来回 所以这个是错的 好 这个是Phoebe做的 老师看一下 好 这个跟阿妹不一样的地方是 他没有停顿那么久 但是好像做法差不多就是他们都只有出去没有来回 啊也手好像都有提起来 是不需要这样 他只要按固定之后就手就一直没有起来 啊手只是来回均匀的按推 好 下一个这个是永泉吧 永泉在按 好 永泉的按法 跟Phoebe两个一起同工之妙 那两个是一样的 错都错的蛮类似的 所以就不再做评论 好 那再来这个是 好 沙利案的 也是一样 就是后来这三位都差不多 就是只有出去 但没有来的力量 但是他要贴紧之后是有去有来 这样才算数 所以三个都有小小的问题 老师是按一个给他们看一下 好 那我示范一个给他们看 好 这个问题就是跟西青他们的问题一样 他们一直以为老师说要垂直下压 好像大家有一定分摇 好 好不好 那个其实是讲臀部 对对对 那所以大家在看上下背部的舒缓方法 你们看我的手 手臂 我有没有垂直 没有 我顶多就是一个这样 这样就可以下去 所以他这里还是斜斜的 然后你手 身体往下沉就可以把整个工具带下去了 那带下去之后 你来回均匀 然后带下去之后来回均匀 这样力量就变得很深沉 那这样也不会有压迫感 那这一手也是一样 好 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到我的手 不是垂直的 如果垂直是这样 那这样很难做 就等于你自己加持自己 你很难推动 所以这个垂直之说是错误的 好 那什么时候舒缓是用垂直 大家再来看 我们来看看臀部 臀部原始点 的一些舒缓方法 因为它是V字形 所以你用顽骨这里 一定要拿斜斜的 那大家注意看我这时候的 手臂 诶 这时候就垂直了 我这样垂直下去 然后再放松 垂直下去才放松 垂直 这里垂直下去才放松 好 好 大家再看一下 好 所以两个的手臂 其实一个是垂直 一个是斜斜的 也就是上下背部 他的手是斜斜的 不是这样垂直的下去 他是这样 有一个斜度 然后 顶进去之后 也就用身体顶进去之后 来回 来回 因为手是没有离开的 对 手不能离开 然后一定都是贴住的 尤其掌心是根本不离开那个 你一定要按才能推嘛 所以这里掌根是不可能离开的 好 那到了臀部原始点 大家再注意我的手的变化 诶 这时候我身体就再往前 然后这时候就变垂直了 我直接进去 这样垂直的进去 然后手也不离开 尤其掌根更不能离开肉 然后手指头也是紧贴着肉 这样才能做得出来 所以老师是有点垂直下去 垂直下去 并没有往外拨 没有 我只是 因为他是90度嘛 你也不可能往外拨 因为90度就下去了嘛 那这样怎么拨 拨不动的 90度是拨不动的 所以他只有下去 然后放松 放松 下去 放松 然后循环的这样做 下去的时候 有些从外表看 好像我有推出去 事实上是被肉跟骨头滑出去 不是我故意往外推的 我只是垂直下去 这样 这样垂直下去 好 我们这样舒缓示范到这里 谢谢老师 对背部舒缓的讲解跟示范 那我们接下来就放 张医师耳后肿块的这个案例 这样痛吗 嗯 稍微 也是稍微而已啊 嗯 我 应该是这样越伸越痛 这里痛吗 嗯 非常痛 这里最痛 嗯 这里不痛哦 刚刚那是最痛的地方 因为这里是长过的 今天不是很多水哦 嗯 还是很痛吗 没有 稍微紧轻的 只要有水出来就紧轻 嗯 嗯 老师好 我们刚刚放的这一段是你耳后肿块的影片 请老师补充说明一下 好 这个硬结肿块 是我无意中摸了 摸到的时候非常疼痛 而且也发现已经肿 那就开始进行按推 这样痛吗 嗯 稍微 也是稍微而已啊 嗯 我 应该是这样越深越痛 这也不痛哦 刚刚那是最痛的地方 因为这里是长过的 这里痛吗 没有那么痛 看着还是痛 啊没有想到第一次按推 它就流出阻织意 不要动 不要动 就这样 应该可以看得清 这样就没有了 还有白白的好像牙膏那种固体的 那之后还有一些像鲜龙的血液也流出来 那这样按推完之后 隔一天再按还是很痛 而且体伤哦 只要轻轻一碰就很痛 好 那尤其我的体伤是比较在深层的 所以按到深层的时候 它组织液血液就会流很多 有时候甚至 嗯 一个小小的洞 啊 就要用两三张卫生纸 把那个组织液擦干净 好 这样来来回回 啊 每天这样处理 经历了差不多两个月 差不多在元旦前 我感觉体伤也没有了 也就是它本来哦 在按的时候 那个硬结肿块 在深层 刚开始摸到一粒 最后又摸好像不止一粒 最后确定有三粒 然后三粒连接在一起 最后伤口不止从上面破掉流出来 还有下面也流出来 所以整个伤口 让它组织液流出来的 应该有上下两个伤口 那这样两个多月之后 哎 压痛点也就是那个体伤 即便在大力按 也不痛 然后组织液也没有再流 那刚好 紧接着就是我 准备去香港做演讲 那这个过程中自己体味 哇原来那个硬结肿块 然后体伤流出的组织液 每天即便这样大力按推 配合涂姜粉淋 这样要好 起码也要差不多两个月 那之后就摸也不会痛 好像一切体伤都修复完了 那这一次刚好在香港 可能大型演讲 那自己可能比较累一点 那累了回到台湾来 又感冒 那感冒差不多一个多礼拜 这样折腾了十几天之后 我发现原来的体伤 又开始疼痛 然后耳后又开始肿胀 那这一次再帮他挤压 一样流出血液跟组织液 所以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 不管硬结肿块 或是甚至像乳癌 肿瘤破掉 他要到修复 起码都要两三个月 尤其伤口很大的话 甚至要三个月到六个月 那像我这种小伤口 照正常应该是两个月到三个月 就可以完全修复 但好了 如果你就是可能情绪啦 或是太过劳累啦 或是像我不慎感冒了 然后体力下降 然后原来的体伤加重的时候 他还是会再回来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热能不足 确实会影响体伤 原来的体伤加重之后 那这些症状就会再出现 所以对于硬结肿块肿瘤这一类的 我觉得好了之后 偶尔还是要追踪 然后自己要懂得保健方法 所谓的保健方法 当然就是要充分休息 运动还有良好心态 然后饮食 一定要注意不能太寒 那这样他体伤才不容易复发 那如果在后面过程中 你按到深层还有痛点 还是要继续按 按到直到体伤都解决了 那伤口自然就可以完全修复 好 对于我自己个人的体伤是这样 也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 谢谢老师 那我们今天实作的部分 就讲解到这里 谢谢老师 好 谢谢各位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 就是张医师答疑的部分 张医师好 我们今天的张医师答疑的部分 有好几个提问 那现在我先提第一个提问 来请教老师 尊敬的张医师您好 在原始点医学重病的分辨 与治疗原则部分有一句话 重病表示热能不足以影响体力 而严重热能不足则可危及生命 所以为了保命及疗愈疾病 处理上应以外内热源为主 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 显然重病熟药改善热能不足 其次才是解除体伤 其中的处理上应以外内热源为主 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 上存疑惑恳请解答 因为外内热源也属保健方法之一 所以其他保健方法为辅 是指除了外内热源之外的其他保健方法吗 还有如今的涂抹姜粉泥是最好的外热源 但也属患处按推手法 那涂抹姜粉泥在重病患者身上 应如何运用呢 请老师答疑 这个他提的问题 应该是从诊断与治疗 这一篇提出来的 那确实你开始辨证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分重病或轻重症 那如果是属于重病表示他体力 也就是体力已经变差 也就是他热能不足了 所以热能不足已经影响体力 这是可以确定的 那严重的热能不足 当然就会危及生命 那在原始点的处理上 当然一定是以热源为主 而不是以按推 如果你先按推再用热源 那这个危险性就会提高 有些重病患者甚至在按推的过程中 他就消耗热能 甚至还会进一步危及到生命 所以原始点它第一个要先保密 其次才是解决症状 所以当然是以外内热源为主 但你所提的就是 那既然外内热源属于保健方法之一 那其为什么其他保健方法不能为主 而变成还是为辅呢 这个应该是在实作上是这样的 外内热源是操作者 也就是患者来找我们的手 我们是可以掌控的 到底是要用姜粉泥来涂抹 甚至用红豆袋远红外线之类的 那是操作者能主控 但是其他保健方法指的就是 运动充分休息良好心态 那你想想看适当运动 操作者能帮患者做吗 不可以 同样充分休息也要患者本身来配合 那良好心态也是患者本身的心态要去调整 那这样说来其他保健方法指的这三者 通通是患者本身要配合 而不是操作者本身就能够做得到 所以我把它归为伏 跟内外热源操作者可以主控是不一样 好 那现在进一步再问就是 那外内热源现在跟按推常常是配合在一起 是的 现在按推与热源常常是并用 也就是你在涂姜粉泥的时候 你即便用舒缓的动作 这些舒缓的动作本身就是按推 那一定要施一点力量 然后再往前推 那这样热源就可以深入到体伤位置 以加速修复体伤 所以它两者可以并用 但原则上如果分开来讲 一定是以热源为主按推为伏 并用的时候两者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这一题我就回答到这里 好 谢谢老师 好 老师下一个提问是 我弟弟的腿伤颈骨有钢板 六年零七个月伤口没有愈合 现在情况是手脚麻木 医生建议取钢板会有生命危险 因为血小板低贫血 像这样可以取吗 还是用原始点贫血养好了以后再取 请老师答应 好 这个问题应该首先来讨论的是 这个钢板会不会造成它手足麻 它说的那其实钢板这个问题已经六年了 然后它伤口没有愈合 跟钢板有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我的看法不一定 那之所以伤口没有愈合 一定是体伤没有修复好嘛 然后热能也可能不足嘛 造成以原始点的角度来看 那如果是这样 你应该不是要急着 说要不要取钢板的问题 而是你本身就应该要先把体伤解决 还有热能不足要补充好 才是正道 那至于要不要给西医取 西医的讲法我们尊重 以原始点来看 如果它已经人很虚的话 你再取一次出来 那也是造成它更加的不舒服 那对它的热能也是有伤害 所以原始点它不主张这样子 那这一点上原始点的看法是 如果能够就不要取的情况下 它就能够把这些伤口愈合 那就是最上策啦 所以我的建议是 最好因为已经六年了 最好就能够不取就不要取 好谢谢老师答应 好老师下一个提问 尊敬的张医师您好 我看了原始点的光碟感觉很有道理 这是世界医学界的一大创举 感谢您给中国人带来了治疗疾病的福音 有一个问题 您说吃东西主要是看药性不看成分 如果这样那一个人天天喝姜汤 五天或者十天不吃一点盐 含盐的食物也不能吃 这个人会如何解释 请老师答应 这个应该原始点所有的理论 都脱离不了我们的生活 所以你问的问题已经脱离了我们的生活 然后问到很极端 原始点从来没有叫你们不吃其他什么什么 只喝注重药性然后每天吃姜 我从未说过 那也就是原始点它既然应用在生活面 让你了解到真正影响你 体伤跟身体的变化的是药性 那这样来说就你能够掌控 今天吃了什么 到底我吃多少的寒或是热 然后对身体的影响你自己心里就有数 这样反而可以帮助你 就是避开一些盲点 然后让身体不知不觉越来越寒 甚至造成体伤 那如果你问的问题反而是脱离了生活 好像原始点懂药性 那就直接从药性 然后也不吃饭 然后也不吃什么 原始点这个哪像原始点 那就已经算是脱离生活 而另立了一个严格的规范 那个已经走向极端 而非原始点的前茂 所以这个问题有一点 问的太极端了一点 谢谢 谢谢老师 那我们今天的实作和答疑的部分就到这里 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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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